背诵 因为你每天念念念就背下来了 然后走到哪里就跟人家说 因为大家很有福报 听过阿弥陀佛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极乐世界 这在人的七十亿人的世界里面 我们这些人福报大不大 那是台湾人的福报 中国大陆汉人的福报 通通相信有极乐世界 既然相信极乐世界 为什么不往生净土 那往生净土如何往生净土 那要靠着我们大力宣传善巧方便 千万不要放弃 这些最正确的方法 追求别的方法 所以有时候 这个最基本的方法忘了 然后并不是说 我认为说修其他教派不好 因为就近不就近 你已经达到就近的方法 教派 其他的教派修行 它是个助言 像我亲近密宗 我想去学学他们的精髓 这样就好了 但是回向极乐世界 因为密宗的仪轨等等 还是对修行有一点帮助 特别他们对空性菩提心 对仪轨 因为我们都有在念咒 那在这一点 他们比较有传承 但是不会因为这样而放弃 这一点真话张道 给我讲得很清楚 海涛 听说你在修密宗 有 有时候双修法 没有 会吃肉 没有 要不要往生极乐 就是世界 为了往生 OK 去吧 因为老和尚很清楚 你因为你学这个 他说他也懂 只是因为 这些是助言 不要迷 如果你本来在念阿弥陀佛 持戒念得很好 你去接近密宗 放了你持戒念佛 那就错了 对不对 那你就是 这一点你就福报很糟糕了 南传佛教我也接近 我去缅甸 我师父 我告诉你 你常去缅甸 师父要不要去 他真想去 我们去参访 南传佛教修出离心 怎么样 修 因为我们大乘 一直讲出离心 出离心 南传佛教的这种 不静观 弘木禅修 禅定 这些 我们可以学一学 但是不是放弃自己的 不是说自己的 这个究竟的 念佛圣净土的法门 再来 发起菩萨 殊胜 这个书打错了 殊胜 至乐经 所以各位要发起 成为一个菩萨的 殊胜意乐 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意思 最殊胜的 发心叫菩提心 意思各位要发起 菩萨的无上心 那当然 前面讲的是四项 这十项四项 往生净土 后面呢 更讲的是 如何正式的用 圆满的菩提心 特别我们 汉传佛教 出家在家 都要守菩萨戒 以这个菩萨戒的 发心 入大乘的 佛法 那所以 既然 受了菩萨戒 愿意发菩提心 那就应该 发起这个 殊胜的 自乐 的无上菩提心 所以后面 这十种心 也不是一般人 发得起的 但是 至少 我们愿意 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就更应该圆满着 十种心 当然 这十种心 一定 能够 让我们 上品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我们也要 劝发菩提心 既然很多人 都次数念佛 如何让大家都 发起 最圆满的心态 所以这上面 弥勒菩萨 你看 弥勒菩萨自己都有净土 弥勒内缘 但是连弥勒 菩萨都要为我们众生 而问 如何 殊胜往生 净土的方法 因为弥勒菩萨 是代表 菩提心 所以 世尊 如佛所说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功德利益 所以各位 多看 每天念一下 佛说阿弥陀经 这个世界 所有的美好 可以超过 极乐世界吗 所以我们要 愿所有众生 都可以得到 极乐世界的殊胜 他到了极乐世界 脱离了各种的苦 他到了极乐世界 才知道什么才叫 最美最快乐的庄严 他到了极乐世界 就可以认识 十方诸佛的功德 而发起 愿成佛的菩提心 乃至他到了极乐世界 他才知道 为了成佛 要如何行菩萨道 不退转 所以就跟这些大菩萨 不退菩萨为伴侣 知道如何行菩萨道 所以极乐世界的功德 庄严 各位要经常意念 就像我 我很喜欢 打坐的时候 闭起来 意念极乐世界的庄严 殊胜 然后呢 一直引导 鬼道 地狱到众生 先给他施食啊 各位都会啦 点灯啊 烟供啊 包括在飞机上啊 都帮他坐一坐啦 所以坐完以后 然后呢 他吃饱了 喝足了 快乐了 无病无苦了 引导他进入极乐世界 但是话要讲回来 你要引导对方 去极乐世界 你心里也要在极乐世界 对不对 你越想要引导对方去净土 你心里也越在净土里面 自他相长 互相帮忙 所以你越慈悲 你就越接近净土 你越在净土 就越能帮助对方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烦烦恼恼 这个世界 随缘就好了 随缘就好了 因为我们心在净土 世界是让我们 消业这样的 累积功德的 一切自在 所以首先你要 捏下来 接受一切 儿子不乖啦 身体生病啦 太太夫妻何不来啦 随缘接受 好不好啊 明天换哪一个县长 立法委员换哪一个 随便 回向给他 不要浪费时间 在这上面啦 回向给他 但是我们呢 心在净土 爱在说婆 努力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是要来慈悲的 本来就是五着二着 这些不要想办法 所以一定要去 跟他冲突 我们只是随缘 但是尽量引导他们 如果有缘的话 所以若有众生 发这十种心 随着这十种心 来修行 而专念 回向于 愿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人 世人命中 将来念佛 当得往生 比阿弥陀佛世界 世尊 佛法是世界最圆满的 世尊是这个 整个世界最尊贵的 最圆满的 我们能够亲近世尊 福报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各位 这个世界 还有比世尊更圆满的吗 没有了 无上市 对不对 世尊 所以各位 真的要信仰佛陀 你信仰佛陀了 还要不要结婚呢 不需要了 不需要 你就是信不下去 你才会去结婚 所以我们已经信仰佛陀了 佛陀是圆满的 我们用佛陀的心来做视角 所以现在你结婚了 没关系 你信仰佛陀的心 庄严自己 去感动你的家人 对不对 而不是排斥他们 随缘 你现在还不能出家 但是你在家里扮演佛陀 那是你的信仰 所以佛陀的心 佛陀的身口意 各位还是要去了解 所以世尊 何等名为发十种心 这个发就是要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 就像你这个毒已经吃下去了 那个毒性跑性出来了 这样比较 这个毒性很强的 那这发心也一样 你既然学了 成为你的生命的动力 成为 你这个人就叫慈悲 你这个人就叫智慧 你这个人就叫精进 因为它成为你的个性 习性 千万不要把贪嗔痴 懒惰 懒得笑 成为你的习性个性 你要把佛的心 佛的威仪 成为你的个性 你要发出来 所以佛高弥勒菩萨言 弥勒如是实心 非诸凡语 不是一般的凡夫 愚痴的人 还是没有善根的人 这个不善丈夫 这个丈夫代表做大事 这个人赚大钱做大事 但是他没善根 没善根 还是拒烦恼者 每天在想 我我我我 我生气 我不高兴 就有些人 写一封信给我就放在 别人就放在桌子上 他在写一本书 从罗到尾都说 我喜欢 我讨厌 这个叫 这个要看医生 这个叫精神有问题 因为就是不能够 接受一点点的委屈 就抱怨 抱怨 因为我认为这个事件 这个正常了 所以你要讲的是 如何利益众生 你不需要去请诉苦 女孩子就喜欢 师父我找到一个人 可以诉苦的 那是一种依赖 不需要这么做 我们想要赶快都去念佛 都去劝人家学佛 比较重要 但是具烦恼者 就自以为 这个我值太强的人 就是烦恼很强 所有贪嗔痴 都是从这个烦恼 里面来了 所以我值强 烦恼也强 所以具烦恼者 不能够发这十种心的 那各位 可不可以发这十种心 不然你怎么会来 说八观在家 所以你要很认真 就是要强迫自己 这个叫安忍 既然了解这个法 要安忍在这个法 叫法忍 这十个心 是我们的戒律 要让自己 完全这么去做 一者 愚诸众生 起于大慈 无损害心 那各位 要发愿 从现在开始 对任何一个人 伤害你的 甚至破坏你的 甚至包括那些 最猛的老虎 这些毒蛇 都不想伤害他 起于大慈 大就是无分别的 希望对方快乐 一点点都不会伤害他 只希望对方快乐 起于大慈 无损害心 对所有众生 所以各位 能依教 能持佛 你要说依教奉行 可以 我从今天开始 一定要 起于大慈 无损害心 对所有众生 这样 随一心 这样来修行 必定能够往生 西方极的世界 如果你有 害众生的想法 这个人 设计我 我要告他 佛教徒 告佛教徒 出家人 告出家人 寺庙 告寺庙 完蛋了 这个叫末法 这个叫末法 老实说 哪一天我们寺庙 被拆掉了 怎么样 随缘 一笑自知 道场在我心里面 道场在众生的心里面 这个叫因缘生 因缘灭 对不对 随缘 他有他的因缘的 千万不要说 那我要去告你 所以一个修行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对方错 我也不会想伤害你 报复你 所以各位 有没有这样决定啊 要这样决定啊 你在那边 讲经 听经 听了很高兴 后面给你倒一个水 水源 消业障 今天 欲佛节吗 就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就不要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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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麻烦 怎么样 怎么样 就麻烦了 就是这个 所以你没有经过事情 就不知道这个人 有没有在修行 有修行人 一切接受 一切自在 不离此心 二者 余诸众生 起于大悲 无逼恼心 所以修大悲心 才会断除称慧心 这个逼恼心就是 让对方起烦恼 所以就像各位太太 你结婚了 老公没回家 打电话 妈 你怎么回来 我主宰 我太子人家 威胁 我不要油耗你老婆 我什么都来了 这个就 让对方很痛苦 所以各位 对方就是不懂佛法 他没办法 他不懂佛法 他不去打麻将 不去喝酒 他干嘛 他胜人 他没办法 所以我们理解这样 现在年轻人 不去唱歌跳舞 卡拉OK 不去疯一下 他不知道 他做人要干嘛 他们好可怜 但是各位 你不要骂 你看到他 帅 帅帅 头发真帅 衣服漂亮 上回我坐飞机 一个女孩子 找我胜片舞 跟我讲话 法师 跟我讲话 我会跟他讲 我说你真厉害 肚子不会感冒 你知道吗 他中间没穿 我说要我 我就感冒 他就不好意思 脸红红 我说不要这样 这个来 因为他竟然跟我讲话 我当然要跟他聊天 聊一聊 我说这样这个 肚脊显出来不好看 因为他上面有刺青 开玩笑 我刺青 我当然要给别人看 我说这个不好 坐在飞机上 吹吹吹吹 以后腰会很难过的 但是我讲的话 都是笑笑的 但是我想他跟我讲话 过去跟我有缘 搞不好做过我 什么女儿 做过什么妹妹 对不对 他看到我才会 想跟我讲讲话 但是我只能说 借那个姻缘 一定要给他提醒一下 我当然先讲好听的 提醒一下 他以后应该不会穿这样子了 少了几块布的衣服 但是他们就 但是如果你让他痛苦伤心 那就不会学佛了 所以各位要决定好 于诸众生 起于大悲 无逼恼心 一叫奉行佛 你要决心好 决心好 小偷偷你的钱 这个人倒你的钱 不还你 我们都不想要报复他 不想告他 只有回向给他 三者 于佛正法 不惜生命 要守护心 所以各位要用生命来 护持佛教